我列出来美人为何能充当世界货币的七种武器 武器一 粮食定价权 人类是一种很脆弱的生物 每秒钟差不多都要呼吸一口空气 每天都要喝水和吃饭 于是空气 水和粮食 由此就成为人类维持生存最基础 最根本的三种资源 空气随处都是 而淡水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 只有粮食才是全世界人人都需要的基础商品 能否保证世界上食品价格的稳定低连 是世界货币基础信用的试金石 2019年 全球粮食总产量为27.2亿吨 有14亿人的中国以6.6亿吨排名世界第一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在95% 相比之下 仅有3.3亿人的美国 却以5亿吨的产量排名第二 其粮食自给率高达147% 因为粮食产量远超国内需求 所以美国多年来都是全球第一大粮食出口国 这意味着 只要世界范围内粮食生产不出现大灾难 美国将是中有能力以一己之力 压低全球以美元计价的粮食价格 其他的粮食出口大国 如法国 澳大利亚 阿根廷 加拿大 乌拉圭 乌克兰等 人口规模太小 其粮食总产量加起来 也抵不过美国 事实也的确如此 自1971年 纯信用货币体系 在全球实施以来 以美元计价的全球粮食价格从未出现过 持续性上涨 50年之后的今天 其整体价格也就相当于 1971年的2-2.5倍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572 原油定价权 据说 美国资深政治家基辛格说过下面的话 谁控制了石油 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谁控制了粮食 谁就控制了人类 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 谁就掌握了世界 为什么 控制了石油 就基本控制了所有国家呢 因为 现代国家的整个行动能力和管理能力 都是建立在石油与能源的基础之上 任何工业生产的开展 或者是基础设施的修建 都依赖于大型机械作业 而这些机械 都是依赖于石油而驱动的 现代的机械化式的农业生产 完全依赖于石油农业 而将这些农产品加工程真正的食品 又依赖于电力和原油 开发新矿山和新矿藏 无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 基本都依赖于原油驱动的机器 更不必说 我们每天使用的交通工具 基本上也是依赖于石油驱动 石油 才是工业的粮食 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剧业 一个国家 如果能将原油的定价权控制住 就意味着 其主权货币将会在文明世界中 具有最大的通用性 在1970年代初期 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 美元实际上就是 找到了原油做新的锚 才可以延续 其世界货币地位的 1973年 为了挽救美元的价值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 在中东开展穿梭外交 Shadow Diplomacy 说服中东产油国 是全世界最大的 原油出口地 同意在原油交易中 采用美元结算 然后再用卖石油得到的美元 投资美国国债 由此建立起 石油美元的循环体系 对美国 和欧佩克产油国来说 产油国出口石油制 石油必须以美元计算制产油国 得到美元制 存回到美国大银行 购买国债 至其他国家 无法得到美元 美元在国际上紧缺制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 劳不可破 对非产油国家来说 现代生产需要石油 进口石油制 必须以美元结算制 必须向美国低价出口商品和服务制 换来美元进口石油制 用石油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 换取美元 致美国 不必从事真实的生产劳动 只需印钞出口 致美元 国际地位双重加固 就这样 原来的黄金美元 顺利变身为黑金美元 世界货币的地位 终于再次稳固 这一过程 也让所有人意识到 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本身 也是一种巨大的权利 石油美元虽然保证了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但因为原油价格 受制于欧佩克的产量操纵 其价值稳定 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有鉴于此 1983年美国决定建立一家 原油期货交易所 将原油变成标准化的期货合约 这样就可以通过金融市场 对其施加影响 1983年 纽约商业交易所 Nimex 推出了西德克萨斯 中制油期货合约 简称WTI原油 有了WTI原油期货 人们就可以 对未来的一桶原油的拥有权 进行多次的买卖 生产者可以提前锁定 出售价格 消费者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原油需求 提前进行价格安排 更重要的是 无数商人和投机者 可以从这项交易中余利 于是 无论生产商 贸易商 链油商 纯粹投机者 或金融机构 他们都对原油期货 趋之若误 由此形成了巨大的交易量 由此就有了 所谓的价格发现功能 原油期货的定价权 在很大程度上 从OPEC转移到了美国金融市场 更重要的是 因为交易规模特别巨大 超过了其他所有金属期货的总和 原油期货市场 容纳了巨量的美元投机资金 处于其中 不会一出来到社会上 购买15商品 这也切切实实 降低了美元在国内的通胀情况 额外要说的是 自1860年代 原油工业化生产开启以来 美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 直到1973年 才被中东的沙特超越 而且就在2018年 借助于页岩油的崛起 美国又重新夺回 第一大产油国的位置 最大的原油生产国 最大的原油消费国 最大规模的原油期货交易市场 其他原油出口国 以美元结算的原油 价格就这样一起 成为美元霸权 最重要的支撑之一 不管欧元区 中国或者日本 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 573 发达的金融市场 前面提到 利用原油充当美元的新毛 有个坏处就是价值不稳定 因为原油的价格 经常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而且每一次美元超发之后 直接会导致原油价格暴涨 让人们对美元的价值 产生怀疑 能不能为超发的美元 提供一个更好玩的去处 就像当时欧佩克卖原油的美元 用来买美国国债一样 有了这样的大池子 美元就可以不影响 现实商品的价格了 把这个想法翻译成 我们所熟悉的官方语言 就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没错 有了粮食和原油的基础 发达的金融市场 才是现代美元霸权的核心竞争力 从1971年开始 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管制 鼓励金融创新 什么住宅抵押贷款 外汇期货 浮动利率债券 利率期货 汽车金融 期权交易 票据便利等一系列的金融创新 工具被发明出来 不断地扩张着美国的金融市场 其能容纳的美元数量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创新的核心 是资产证券化 只要能产生现金流的东西 都尽量给变成标准化投资品种 然后大家拿着账户美元 就可以在金融市场这个池子里 开辟地投资了 只要账户美元都在这个池子里流转 没有更多的美元 一出变成现金货币 美国乃至全世界 以美元计价的基本商品和服务 就不会涨得很离谱 世界人民也觉得很满意 1970年 美联储总资产不到800亿美元 1980年 变成了1700亿美元 1990年 变成了3300亿美元 2000年 变成了6000亿美元 2008年 变成了9000亿美元 2014年 变成了4.4万亿美元 现在 这一数字变成7.1万亿美元 最绝妙的是 美联储印了这么多钱 人们在现时中的感觉到的物价 却只是微波荡漾 美联储所印刷的美元 究竟都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 当然是进入了金融市场 除了规模巨大的 原油期货市场 还有其他期货市场 还有规模巨大的 美国债券市场 目前规模 约45万亿美元 规模更加巨大的 美国股票市场 目前规模 约60万亿美元 规模更加更加巨大的 外汇市场 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正是如此巨量的金融市场 撑起来了美元 在全世界的流通性和信用 只有得到美元 你才算拿到 进入全球赌场的门票 相比之下 世界上其他国家 全部的金融市场 把所有的市值规模 加合起来 也抵不过美国的二分之一 在这个庞大到深不可测的 美元金融市场里 有无数种方式 无数种途径 让你输输赢赢 然后一把收割 不断地刺激着 人性的多巴胺 深陷毒瘾的人类 又怎么可能 摆脱这个赌场 武器四 经济和贸易体量 自十九世纪末到现在 美国一直都是 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任何一个国家的 经济贸易 不可能绕开美国 而和美国做贸易 当然使用美元 最为方便 所以 即便在美元还没有 被明确为世界货币的年代 1890至1945 使用美元 在国际贸易结算中 已经非常普遍 随着1945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 美元取得了等同于 黄金的地位 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 一直都牢牢占据第一 所有其他货币 加合都赶不上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长期以来 美国不仅是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而且也是全球 第一大商品贸易国 只是在2018年 才被中国超越 虽然美国的贸易额 在全球目前 仅占11%左右 与中国相当 但全球 以美元计价的货物总额 却达到了全球贸易额的 50%以上 575 美元本身的历史信用 虽然说 自2008年以来 由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 动辄大手笔就是 导致美元的价值遭到损害 但实际上 如果与人类迄今为止 所有其他出现过的信用纸币 进行对比 美元依然是最不坏的那一个 哪怕是用黄金来衡量 美元自1792年出现以来 到1971年的180年间 美元的价值 只出现过两次明显贬值 一是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这一次的贬值战争结束后 不久得到了恢复 二是 1934年的大销条期间 值得一提的是 在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当得一日法西斯 最猖獗的时候 美国用美元 及其背后的物资 援助了全世界 来抗击法西斯 包括当时的中国 某种程度上说 拯救了当时的文明社会 这也使得美元 被所有向往自由的人 视为自由的象征 即便在1971年 脱钩黄金之后 对比其他信用货币 美元依然是最不糟糕的那一个 相对于 人类其他信用货币 美元正是因其 200多年的良好信用 使得大家 对其信任有加 哪怕美联储 和美国联邦政府 自2008年以来 使进而损毁其价值 也并没有彻底打消 人们心目中美元的价值 576 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如果说 以上五条 是美元信用的支撑 和来源的话 那么军事力量 和科技创新能力 则是这种支撑的 保护力量 确保美元 在世界各地的信用 事人皆知 美国是当今 世界上军事能力 排名第一的国家 其每年的军费支出 比其他所有国家 加起来都还要更多 美国在全球 设有六大战区司令部 分别是北方司令部 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 欧洲司令部 南方司令部 和非洲司令部 分别负责 全球几大区域的事务 2009年 更是增设了网络司令部 同时 美国也拥有 全世界最先进的 武装力量和军事技术 无论陆军 海军还是空军 以及其他兵种 美国的武器装备 和组织能力 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140万美国官兵中 有40万驻扎海外 美国还与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定有多边和双边军事条约 海外基地与设施 共700余个 像40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军事援助 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定有原外军事训练计划 人类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曾强大如此 577 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能力 很多人可能会忽视 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个选项 但实际上 我认为这个选项 比军事强大更为重要 因为这才是整个美国历史以来 强大信用的基础来源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到现在 从原子弹到计算机 从互联网到智能手机 从人造卫星 到如今的电动汽车 能够对世界经济 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技术创新 绝大多数技术都起源于美国 因为只有美国 才有如此宽松的 创新氛围和环境 只有美国 才有如此发达的 风险资本体系 也只有美国 才有如此灵活的 政府管理体制 同时 美国拥有 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 和实验室 拥有最发达的市场体系 可以让那些先进的技术 与具体的商业应用 以恰当的方式相结合 自由的空气 开放的环境 安定的社会 再加上优厚的薪水报酬 和工作条件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已经成为 全球顶尖人才 最向往的科研圣地 近一百年 吸引了全世界的顶尖人才 这一趋势 一直到今天 都还在持续 想想看 一个苹果公司价值 居然达到了2万亿美元 而且还是 实实在在的估值 而这个公司 居然是一个年轻人 天马行空 在车库里搞出来的 诸如微软 谷歌 Facebook 都有着这样的特点 而南非的马斯克 也只有到了美国 才能施展他钢铁侠的能力 这才是美国 相比于全世界其他国家 最有竞争力的地方 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 都没这个能力 因为有源源不断的 科技创新能力 拿着美元 你始终不会脱离 这个时代 这当然会在思维和信念上 为美元的信用保价护航 有人可能会说了 以前的英国 似乎没有 美国的这些条件 如粮食 原油等 不照样充当 世界货币吗 这个提问错误在 英镑充当 世界货币的时代 除了拥有 全球最强经济实力 工业实力 贸易实力 以及军事实力之外 还承诺永远能按照 固定价格兑换黄金 这才是根本 恰恰是现在的美元 做不到按照固定价格 兑换黄金 所以才需要 集齐这七龙珠 来确保美元地位 据述了美元 为什么能够充当 世界货币的七龙珠 有人可能会误以为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我始终相信 美元的信用 认为美元充当世界货币 是天命所归 是唯一的 是最合适的 其实恰恰相反 我坚定地认为 如果照现在美联储 和美国政府 这样糟蹋下去 我认为美元的信用 很快就会被挥霍干净 连带着1971年所开启的 整个人类的信用值币体系 都会被带到一个 深深的永不见底的黑洞里去 但是 也有很多无知的人 因为某个国家 攒到了一颗 或半颗龙珠 就开始想什么代替美元 国际化之类的口号 至于未来的世界货币 到底是黄金 比特币 或者国际社会 所约定的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 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 哪怕是美元衰落了 其他的欧元 日元 人民币 或任何一个 经济体的主权货币 都远远没有资格 来充当世界货币 一点而可能都没有 能代替美元的 一定不会再是 美元这样的主权货币 找了这么多数据 做了这么多论证 啰嗦了这么多文字 就是想说这个